先走 这吃你娘娘可能了 供了她呀 就不出次品了 咱们的绣法就能平平安安 顺顺当当 才颜广进 对 这真要这样 曹公公 公知女娘娘的好处 我晓得 只是我怕易红她不喜欢 立心绣馆 本来就是立心时代 新苏绣的意思 公知女娘娘 这种旧时代的习俗呢 天子出头夫当家 既然掌柜得不乐意 以后我就不多罪了 老师 里面有一位客人在等你 你先过去吧 对不起 让您久等了 对不起 让您久等了 您也喜欢那些画吗 那是我姐姐画的 芝瑾 姐姐 行了 芝瑾 姐姐 好了好了好了 看上姐姐看看 姐姐 你不是说了 你会常回来看我的吗 傻丫头 姐姐这不就回来看你了吗 至今 大家都到了吗 傻丫头 傻丫头代表今天到不了 其他代表都到齐了 好 同志们坐 市政府发来的文件 为了防范各地的共党运动 要求各县成立清香委员会 制定连环互保 连座互助的清香章程 严谨任何人进行集会 结社和游行 赵代表 我们那里的农会还刚刚恢复 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又要换地方呢 没错 我们各地的组织刚刚恢复 还很脆弱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 你们尽快回去更换新的地址 我们的联络也要暂停 你们先回去吧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我会叫水生通知你们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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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 保存实力 我坚信李大昭先生说过的话 未来的世界 必定是世纪查遍的世界 来 请 各位 慢慢走啊 好好好 戴局长 新官上任 可别冷落的太太 什么时候 要带太太到沈臣那个新居去啊 那边的房子还要修理 再说快要到夏天了 目睹这边过夏天更舒服些 戴局长 我是不会让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一个人待在家里的 他生理事是不是 讨厌 你 就算了 他看你 还是说 这代表 什么时候 说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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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国家效果力了 对 对 对 现在这把年纪 这想经经商图个异想天年 政治的事情 我已经没有兴趣了 下来啦 李老板 上一回 那 那 那 我先去了 我那儿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好吧 送客 好 告辞 好 说不愿意送 好 爹 我去了一趟林烟茶馆 听店里的小伙计讲 姓卢的共产党头子住在店里的时候 跟老板打得火热 赵毅红也是常来常往 茶馆里有个叫水深的小伙计 经常为姓卢的跑来跑去 现在姓卢的被杀 茶馆里人人都在为他而伤心难过 连个小伙计都在念他的好 你一定要把他们盯紧了 看来 这个戴思源 是死心塌地为他的党国效力了 魏族啊 你把你了解到的事情 找机会 向戴思源禀报 只要取得他的信任 我们不要讲在木都开分号 就是在南京开分号 他也会为我们开录的 真要是讨得他的欢心 你还可能谋个一贯半职的 志华 你这次回来不总了吧 我准备去法国 学西洋话不去西洋 只能停留在皮毛上 我真佩服你 当初 一红先生跟我们说了半天的 妇女解放 我看真正解放的只有你 我 我恐怕反而是套上了绳索 我是真的迷上了画画 越学越觉得自己还差得远 越学越想学 你们说 这不是套上了绳索吗 哦 是这样的绳索 我也想套 我要是学会画画 那该多好呀 你坐这儿 我画你 还有 志华 你以前可不会笑那么大声的 像个后生一样 志华姐 子欣姐总讲 你是男二星 女二天 胆子大 逐一正 怪不得没有男人敢娶我 原来我是男二星啊 志华 你真的变了 以前提起男人脸多红 志华姐 你有心上人了吗 有啊 真的 那什么时候成亲啊 我的心上人啊 就是这画笔画布 你也学会捉弄人 那你这次回来见到阿宽了吗 还没有 我听知景说 他做了吴良辰的干儿子 真是碰上大头 鱼有鱼路 虾有虾路 易红先生心情好些了吗 还行吧 他好像挺忙的 自从卢先生没了 他也很少到门这边来 画好了 不然我看一看 画得蛮像的 挺漂亮的 怎么没画我呀 这 就我画看见一个 你画的 你就画看的 你画个画吗 我画看你画看的 你画看的 就有不同的 是 我画看的 我画看的 执警姑娘 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您说 这阵子吧 我这身体啊 不大好 眼睛也花了 这腿脚也不方便了 真怕误了你的事啊 我们爷儿俩想开个小门俩 给人家看看相 写写书信 看看风水 总之吧 不能再拖练您了 我干爹真的没想离开事 可是又怕耽误您的事 我跟干爹商量 我说咱们跟东家明说 东家会体谅咱们的 好吧 我以为你们 这是真的 没问题 你真是什么 想说 我能做什么 你真是什么 那我做什么 我説肯定 你别让就这么大 你慢慢的 你自己掉什么 你别让我去 你太多了 小杨 至极 这小杨的眼睛 秀得太好了 虽然是我没见过阿兴 可是从这眼神 我能看出阿兴是一个 多么可爱的孩子 知景 这为什么没有绣完呢 每次我想阿兴的时候 就绣几针 每次我绣的时候 就能看见阿兴就在我的身边 缠着我要吃蒸水蛋 我舍不着绣完它 知景啊 其实从来都是这样 一些让人看了星颤的 画啊 绣啊 其实都是血河类完成的 姐姐 我真的对不起阿兴 她那么小 那么无辜 特别是 知景啊 你们没有想过 再生一个孩子吗 兴许 這樣可以好一些的 我们不是不想 是不敢想 害怕 还像阿欣一样 成了这些大人 成了这个世道的替罪羊 姐姐 你一直在外边 就没有碰到自己想嫁的人吗 这些年在外边 光想着读书 学画 从没顾上想这些 你真的想这样过一辈子吗 其实一个人过挺好的 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 很自由 姐姐 我知道 你当初为什么要去上海了 你走了以后 子欣姐都跟我讲了 都怪当时我太笨了 不晓得姐姐的心思 这都是一些成年往事了 你提她做什么 可我总觉得 对不起你 姐姐那时也不懂 其实你和一红真的很般配 你们过得好 姐姐比你还高兴 请 再说了 当初幸亏是你嫁给了一红先生 我才有机会出去 开了眼界 读了书 学了西洋话 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姐姐 嗯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说吧 如果你换成我 你会让一红 做和卢先生一样的人吗 我不明白 你 卢先生 是共产党 晓得了 晓得了 知景 这次回来 打算看看你们就去法国的 看来我得留下来多陪陪你 不回来不绝的 你回来才发现 这些年我是多么的想你 爹 戴局长不会不来吧 不会的 这个时候 不仅我们需要他 他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方前人是你虚情的 他总该给你这个面子吧 阿宽 阿宽 爹 这位是戴局长 这位想必就是吴良辰吴老板嘛 实景实景来晚了 戴局长 大家光临 嗯 有失原因 坐 坐 嗯 呃 呃 呃 有什么样的 你不认识 去看她 是啊 你不觉得我 我是 вид识善 了 她两个人 她是为了 她说她 是吧 还没合理 她她做了 她说了 各位 今天的白虾是不是新鲜 你去吧 戴局长 雄才大略 我吴良辰佩服得很啊 吴老板以前在目睹为官 我也是有所耳闻的 也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今天找我来 有什么事情请直讲 试图官场这么些年 到了这把年纪 所以我已经看淡了 现在只想专心做些实事 这次回来经商 还需要戴局长多多关照 吴母虽然不才 但也毕竟为过官 多少也小的一些全木之数啊 您接着讲 国共两党 现在已适成水火 此时为官 更是不能踏错半步 戴局长身居要位 想了解市井之地的一些事情 恐怕不太方便 我吴某 我吴某现在是个生意人 这些事情反倒好办 以后需要吴母的地方尽管吩咐 再加上 魏祖这么多年跟着我 也长了不少见识 也是帮得上忙的 你不让他睡觉 我现在走 在这里 澁岳 不行 哪里 还要不习惯 对 内人骨节 细缘长 骨上无筋 肉又香 君骨消沉 香应腐 不愁无味 食天草 家一时 定成气候 天哪儿 胖头大头鬼的 钱庄都不开了 咱去哪儿换银员啊 我也奇怪 满届都是寻警 是不是镇上出什么事了 是啊 这凤舟怎么这么急啊 要不咱过几天再来吧 过几天 再不置办这些东西 岛上就要断粮了 哪里等得了几天 不行 不行 咱去找陈老爷帮忙 他总不能眼看着头 饿死在头上了 这倒是个办法 可是刚才陈老爷家门口 蹲得全是探子 你也不是没看见吗 这去了不得一次偷牢吗 这 这 这 抢啊 抢 就我们两个 抢到哪里还回得去 这 抢啊 这也不连 别回来 我给你 那是什么 你们又是乖 不愿意送 好好好 又不 又不 对着 小老太太 肌骨丸肌 三个十亿 金石烫药 这是陈太太的心病 却无药可疑 恐怕 陈老板 这几日无需忌口了 陈太太想吃什么 一打就吃了 若嫌烫药苦口 不吃也无妨 不吃也无妨 下去吧 好 告诉我 老爷 草莫不得了 少爷的什么心 都不会干 曹公公 家明又去找你了 是 今天少爷派人到我铺子来 说要置办这些东西 钱装了又取不出钱了 借上风声又紧 所以就托我来了 曹公公 陈某有一事想拜托您 陈老板请说 夫人病重 最惦记的 就是我这个儿子 现在外边风筝正极 我出入不便 我想请曹公公 替我传个口信 陈老板放心 话我一定带到 这些纱布要尽快凑齐 还有治疗百商的药品 也要尽快凑齐 眼看就是三副天了 陆先生的朋友讲 那边环境很差 伤员的伤势都很严重 这些纱布和药品 都是急着有用的 这共产党真不怕死 前一阵子 杀了他们这么多人 才没估多久 又开始动武了 北法区中的共产党人 在江西南昌起义了 两万多人的队伍呢 带头的是朱德 还有周恩来 贺龙 各个都是了不起的大人 用艺红先生的花奖 党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 水上 你要当心些 阿杰还这么小 现在又有了儿子 卢先生的朋友自然要帮 他死得冤 帮帮他的朋友 我们心里会好受些 可是你不能再闯祸了 你要为水珠还有孩子们找小 小的了 吴姐 那就拜托你了 这也是我们妇女联合会 应该做的 卢先生没了 我们妇女联合会还在 卢先生的人那么好 帮忙他也是应该的 你就告诉姐妹们 让他们抓紧一些 多跑跑路的沸沸口舌 小的 我已经跟姐妹们都说好了 辛苦你了 刘局长 你够忙的呀 今天我给你打了四个电话 你们只顾抓人是吧 截止到今天 你们已经收押了两百一十二个人了 被抓的人都是一些欠租的店户 他不是政治犯也不算是刑事犯 给他关到监狱里边又不够资格 你说把他们关到哪里 对了 民政科的人已经来电话了 破庙里都已经挤得满满的了 你们还要抓人 好啊 那干脆给他关到我们政府大厅里好了 赵副县长 我有什么办法 上面下令抓人 我敢不抓吗 你让民政科再想想办法吧 店户欠租 我们政府就应该积极地出来调解 你也晓得去年夏天雨水多 庄稼长得不好 秋天收成又差 店户欠租有什么奇怪的 你把他们抓来 能解决什么问题 赵副县长 您不要急 尚风怀疑店户欠租 是共党农会的残余势力作坏 您在这儿当口声 还是不要表态 让我们抓我们就抓好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为你好 好好好 你们抓尽管地抓 反正我们政府大院很宽敞 大不了把这些店户都关到这里 我把大门一锁 我回家休息了 大老远就听见赵副县长的声音 你火气不小啊 戴局长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你在目睹做过县长 对这里熟门熟路 而且上面叫你来做督办 真是英明决策 喝水吗 就这件事情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收押了两百一十二人 还要抓多少 我是不是要跟上面写个报告 申请些经费呀 这些人吃什么呀 经费你就不用申请了 上面有这个计划 我呢会催他们落实的 既然是抓人何必要掩饰呢 干脆多弄到监狱里还好管理 关在监狱里影响不好 毕竟这些人不能算是触犯法律 当然了 对外也应该有一个说法 就这个事情 我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比如说啊 关押这些店户的地方 最好叫劝导所 这样报官的记者 报道起来也好讲 报纸上发出来的消息 也符合上风的意图 劝导所嘛 医 归劝 指导为主 这算是民事纠纷 不要搞得杀气腾腾的 共产党的残余势力 现在又有活动的苗头 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 搞出事端来 劝导所 你去看看劝导所门口 都是持枪的警察 用什么劝呀 用枪吗 你讲得有道理 提醒我一下 警察一律着变状 武器呢 放在不太显眼的地方 好 我懂了 现在代局长 是越来越有策略了 在下实在是太愚钝了 一红啊 平时除了办公之外 有什么消遣吗 织锦绣馆的生意还好吧 绣馆的生意很好 至于我 平时看看书 写写字 偶尔和下属打几圈麻将 蛮好的 文武之道 一张一尺 我闲暇的时候啊 也会写写字 改日 我们切磋切磋 有个事情 我本想办好之后再跟你讲 是这样啊 省政府向国民政府承报 实行现实分治 如果国民政府批准下来 我想推荐你 到苏州市政府去认职 你看好不好 那拜托代局长了 像你这样德才兼备的人 早就该升强了 德才兼备谈不上 我只能说是尽职尽责 谢谢代局长 你不要一口一个代局长的 听上去不舒服 这不是谈工作吗 我们已经了解到 在被关押的电护里面 有十三个挪会的积极分子 只要我们小老把行动计划告诉他 他们就会把电护门组织起来 我们要利用这次行动 扩大党的影响 要让民众晓得我们共产党人 是杀不完打不坏的 同志同志们 尽快做好准备 而且一定要单线联系 以免出现差错 白色恐怖下 外面有些人会动摇行星的 小老大 老板 来碗活着 赵副县长 瘦活肉球啊 少见 我们弟兄还常念叨您的 是吗 赵副县长 也喜欢在这种地方吃饭的 家里太太烧饭不好吃 所以跟水生随便出来吃一饭 二位哥哥在哪里高舅啊 是不是又发薪水了 哪里哪里 我们毕竟是东混混西混混的 哪有固定收入啊 日子满艰难的 我听说啊 现在关押欠租店户的 劝导所里面正缺人 你们也做过警察 这样 我跟他们讲一讲 叫你们去那里干 虽然是临时的 也可以挣一些钱的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坐下一起吃吧 老板啊 再来一两碗馄饨 家明 娘 娘以为见不到你了 听管家讲 这镇上三天亮头戒严 你怎么来的 娘 你怎么来的 娘 您不用担心我 我有兄弟们保家 想回来看您总是有法子的 您好好养病 别多想 娘就是放心不下你 你爹他嘴上我虽然不说 可是他心里 时时在牵挂着你 你们父子一个脾气 针尖对脉毛 娘要是没了 你们可一定要 彼此善待 娘 娘 我听您的 家命 娘怕是抱不上孙子 娘 您别这么说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您会抱上孙子的 有你这句话 娘心里会好过些 你来看你娘呢 我也算对得起她了 大夫跟我说 日子不会很多了 以后万一有什么事 我就不再叫你了 这辈子 生生死死我见得多了 但是 我不希望你有三成两端 也好自为之吧 爹 你受累了 你受累了 儿子不孝 您多担待 家命啊 你记住 不管到什么时候 爹和儿子 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这世上 最为你操心的 就是你爹娘 爹 儿子早就晓得了 孙子 三十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浪霞过 无心将化热 匆匆不留痕 你的芬芳不属于我 我等到娇艳都褪了色 你是否还怀念我 你只是太寂寞 我寻遍千里也没结过 前途愈发难测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顾天边一时秋末 都苍老了那么多 我未曾疲惫过 我记得曾经穿堂过 王爷花满 随风飞落 随风飞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